都说巴铁好,那么整个巴基斯坦,相当于中国极限城市,你不一定会信,一说到和我们国家关系最铁的哥们,那我们想到的一定就是巴基斯坦。 毕竟巴铁这个称号可是得到世界认证的呢? 的确,巴基斯坦对中国和中国,对巴基斯坦都非常的友好,两个国家都很亲密,而且都在互相帮助着对方。 巴基斯坦是第一个向我伸出感染汁的国家,也是第一个在世界公众面前承认中国的国家,所以我们对他的感情和对别的国家都不一样,更是一种类似亲情的关系,而我们中国人是非常懂得知恩图报的,大家都知道中国和他的亲切友谊,所以也都愿意尽其所能的去帮助这个好哥们。 所以每年有非常多的人去巴基斯坦旅游,不图什么,就是想帮帮巴基斯坦,而巴基斯坦也是投桃报李,对中国人是真的非常亲切。 走在巴基斯坦,如果你是一个中国人,那你绝对会得到最高级的待遇,不会有人磕你,也不会有人骗你,对待你的只有春风般的温暖,和一个个友好的笑脸,以及一句句亲切的问候。 不过尽管我们都知道,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关系非常好,可我们对这个国家似乎了解的并不多,只知道巴基斯坦似乎不太发达,可他不太发达到那种地步我们却从未知晓。 好,那我们今天就来,以一种更实在的方式,讲一个真实的巴基斯坦。 巴基斯坦如果放在中国,算得上是几线城市呢? 说出来,你不一定会信,假如你真的去了巴基斯坦,你会发现这里的基础设施真的,不怎么样,可以说得上是有些贫穷,一整个大国,可却连一个燃钢厂都没有,而很多的供应产品都是依靠进口。 这对一个国家来说是非常不利的,毕竟工业才是经济的重中之重,工业发展不起来,国家又如何振兴的起来,而许多的巴基斯坦人,连基本的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,平均工资也就一个月一千多。 就说2016年它的整个国家的GDP水平,也就跟我们的一个城市天津差不多,这说起来着实让人觉得有些心酸,这么大的国家居然连一个城市都不如。 那生活在那里的人民,又关着怎样的生活呢?我们只能尽其所能去帮助他们,让他们早日好起来。 不过也还好吧,巴基斯坦这几年发展的是越来越好了,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到那里去投资,帮助这个友好的国家。 我们也相信未来的每一天,巴基斯坦会越来越好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